今天來一家早午餐吃 然後他們的酥 欸!是菠菜 菠菜 菠菜 沒有了 然後剩下這個是地瓜芹 變了燙紅白 然後還有炒蛋 那個薯塊 還有什麼是茄子 茄子 是香菇 有一個是茄子 那叫道地堂 那個 海系香 還有雙包廳 那一個是茄子 然後是茄子 然後是茄子 真的人 好棒 好棒 今天要來爬石牛三步道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停車場 然後這邊是警衛 可是沒有警衛 接著就是沿這個坡道上去 這邊有個廟 這是洗手間嗎 喔!有洗手間 可以沖涼 還有露營區 所以這邊應該是可以 露營 不過好像沒什麼人 這裡有一個店家 可以買飲料 然後先炒茶 然後很多位置可以坐 今天平地應該大概三十幾度 可是在這邊蠻 涼的 剛剛從那邊爬上來 然後這邊有一戶人家 這裡有廁所 接著就 繼續 往上 今天沒有什麼風 所以剛剛說 離開平地很涼 可是現在沒有好熱 剛剛前面都是比較小的路 嗯,比較大的路 然後現在就開始變 比較小了 剛剛就是從那邊 爬上來一個 這裡有一個超粗的竹子 然後下面有竹筍 你看 超級大 喔! 超多竹子 欸竹筍 看起來肉都被吃掉了 滿地的竹筍 很香欸 很香欸 有一個竹香味 有一個竹香味 超粗的竹筍 然後竹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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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沒有什麼太陽 這是在山中 因為暈很歐 可是也沒有風 現在大概爬了52分鐘 然後就會到這個 會有兩個條岔路 一個叫彩河山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石牛山 今天我們會 就是往石牛山前進 那基本上 已經快倒了 現在都有風 超涼的 其實剛才的診斷 都是在雲底下 就是沒有風 可是上面 很快接近山頂了 所以開始有一些風 比較涼 之後有機會也可以 從那邊回去 或從那邊來 快倒了 這邊 有個牌子 雙牛瓶種種 往這邊走的話 可以再挑戰8小時 那我們要挑戰8小時 然後直接往山頂前進 往那邊 快倒了 未來上一堆 不會真是 什麼都不行 廟宇 平常 到這邊 大山 看一下現在是 總共花了 一小時又44分鐘 大山 倒是真的有賣 滷肉飯 購丸湯 這個是很像那個 客家風格的園板 天氣太熱了 要到 百貨公司吹冷氣 頂樓 八樓 可以到另外一邊看 還蠻漂亮的 只是說現在不開放出去 我也沒有按照今天太熱 七樓 都是餐廳 這裝潢超有風格的 有一種古色古香的感覺 然後都是七這個紅磚 還有一些小試吃在吃的 喔 這竟然真的可以進去 欸 神秘 好酷喔 他就是做了一個完整的空間 然後切到這邊 這邊就是餐廳 晚上 晚餐來吃附近的 這家狗肉其實不太便宜 然後 那是麻辣湯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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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來QBurger的旗艦店吃早餐 然後菜單的話應該 嗯 都是一樣的 人超多的 現在要後味 這邊也可以外帶至男主餐 好酷喔 我們點的 就是 酒蔥茶蛋餅 然後還有炒泡麵 炒泡麵超好吃的 他 但是他原本是只有炒泡麵 然後我們家附牌的蛋 我們點的我最喜歡的 焦肉蛋餅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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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餐店還滿大 對 那邊還有可財 準備前往啦啦山 最近是熊米桃季 應該路邊會看到很多熊米桃季 但現在外面看起來超級牛 結果啦啦山太多人了 改來那個東岩山 然後可以直接在網路上購票 會打八折 所以就在KK Day Klook上面訂 我們今天應該會走 我們今天應該會走 那個 中線的 就是 自導式步道 然後一圈到三角堂 現在這個時間 大概 三點多 大概 三 三 就是蠶的 超大 其實土墩 剛買了 非常新的 白色 好好都塗到 所以就不會這樣 這裡蠻涼的 而且我們這邊 滿身大汗的 現在大概 平地一山 真的不一樣 平地三十二地 這邊大概28度 可是還是很熱 流超多汗的 不過在 欸 打了大概 一公里多 然後在170公尺 就會到 東岩山的 三角點 還蠻快的 終於到了 一千 兩百一十二公尺 然後 然後這邊 上面 應該可以看到比較好的 就是公宿 只是公住 以後有機會再來 那你的吃得好高 好吃 準備來農夫市集,看有沒有煮筍 然後當今天的晚餐要來煮筍筍湯 很多攤,然後也有賣水蜜桃 太餓了,所以就先來超商 無幾本來想要回去煮筍湯 然後煮飯,就要來吃飯 剛好到鷹哥,這附近就來阿婆的壽司 然後外帶了蒸蛋,乳瓜豐,還有小壽司回去吃 好,謝謝 谢谢大家